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蔡振元 不是蔡振元那個朱立倫 朱立倫 朱立倫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個朱立倫 其實韓國瑜那邊一直 跟朱立倫聯繫的 還有見過面的叫做李四川 李四川甚至有寫了一封信 給朱立倫幾千字 有寫了一封幾千字的信 給朱立倫 那其實那個信的內容 我一直想要去聽 但是都碰不上面 不然大概人家會轉述給我聽聽 那個信到底寫什麼 裡面有沒有談韓朱配的事 李四川去跟朱碰面的時候 我所聽到的事有談 那時候朱不抗拒 朱沒有馬上說好 但是也沒有說不要 然後台灣了以後朱就應該是去了美國回來 然後就9月8號那一場之前 其實朱有問過他的 過去在市政府裡面的幾個重要的幕僚 那有一位現在在新聞界有一位還在公務機關裡面 那兩個過去的幕僚一見衝突 一個是堅持反對 反對去跟韓國瑜搭檔 當然理由不外乎是 就是要不要跟韓國瑜一起陪葬啦 你總統選輸了 萬一副總統又選輸了 哎呀反正就是講那一些 韓國瑜你那個朱立倫你的未來 不要受傷害啊等等 反正就自私自利的那一套話 這不是自私自利 完全是從朱立倫的角度去想啊 那另外一個是跟他談說你搭檔 為什麼要搭檔什麼什麼 但國民黨內對朱立倫我聽說啦 但是有沒有去跟朱立倫講 跟朱立倫關係很好的人 我不曉得有沒有去跟朱立倫講 私底下也在認為啦 朱立倫背負了一個國民黨內最大的罵名 叫做換朱 所以你看大家講換語的時候 大家講什麼換朱2.0 換朱怎麼搞出來的就是朱立倫 如果朱立倫那時候沒有搞出來這種事情 那今天可能就不會有換語 所以你談到換語 朱立倫就要去背那個換朱的罪名 然後他一路要背下去 換朱的罪名他脫離不了 然後呢如果你不去搭檔 當然你接不接主任委員 如果他接主任委員不搭檔 那主任委員操盤要復成敗 如果韓國瑜輸了你也逃不掉 因為你要復成敗那又很困難 那搭檔呢 這理由就可以很多了 國民黨現在危難啊 然後怎麼樣啊 然後他可以全力配合啦 韓國瑜需要什麼幫忙 我一定全力配合等等啊 怎麼樣啊 反正 為有一個郭台銘分裂國民黨 要背分裂國民黨的責任 如果韓國瑜落敗 韓國瑜犯下這麼多錯誤 主將要負責任 然後他全力配合 所有的罪名全部可以拿掉 我說厲害 這真的是自私的無高境界 就自私到已經 哪有自私 人家說一定會幫忙 還不要位置 不要這樣一直黑豬啦 不要位置就是到最後責任 責任不要背嘛 主任委員付操盤嘛 我不要位置 那主任委員付操盤嘛 然後呢 輸了別人負責任嘛 然後我都躲在旁邊嘛 但是真正無高的境界 自私的無高境界 就表示我一點都不自私 雖然你怎麼樣 你的狀況很不好 我一定挺你啊 怎麼樣啊 然後到最後算總賬的時候 主帥有問題 輸了 主帥要負責任 另外 郭台銘分裂國民黨要負責任 其實他的責任 反而變成最小 但是如果他去接主任委員的話 那很慘耶 他要負操盤的責任耶 所以 其中意見都有 可能是那種 要他保護自己 看未來的人的聲音 大概比較大嘛 大概也跟他走的 算是比較近的人嘛 可能這個聲音就贏了嘛 就贏了嘛 那 所以 朱立倫大概的想法 是順著他幕僚裡面 反對的聲音在走嘛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去美國之前 韓國瑜的民調還沒這麼慘 韓國瑜的民調還沒這麼差 但是去美國回來之後呢 韓國瑜的民調開始下坡 所以呢 看得出來嗎 政治還沒有